好棒 好棒 可以嗎 閉腳 很好 好嘍 手抬起來 反發 很好 來往右邊跑 往左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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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 在下面 很棒 來右邊 好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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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來這邊上課 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最大的收穫 就可以 認識很多人 對然後也可以 把自己身體練得很好 很快樂的去挑 把我的快樂跳出來 你呢 可以很開心 好 開心 然後可以認識到很多朋友 然後在這裡就是 就是很開心 能夠來這裡參考 那剛才我們跳團體首舞是 達魯愛 就是聚會的場所 讓我們才知道原住民他們 常常就是 心情不好的時候 要去那邊大家聚聚聊聊天 或者是高興的時候 去把酒言歡跳跳舞那個場所 所以呢 我們是漢人嘛 我們不太了解 那個原住民的一些舞蹈文化 那老師第一手就教給我們這個 讓我們能夠了解說 原來他們就是這麼歡樂 即使有一點垃圾的話 也都是有好朋友 麻吉的兄弟一起大家來 互相傾討或者是互相分享 這是很好的 謝謝 而且看來看到你跳的舞蹈 我覺得蠻不錯的 對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參加 覺得他們跳得很快樂 對 對 也是一樣的 就是來的時候就可以很放鬆 這樣子 你好 我是部大的公民記者周瑪泰 我想請問一下 你來的目的是要為了學習我們演出門的舞蹈 你最大的目的是什麼 剛好南港有這個部落大型 所以我對這個區域很熟悉 很快就找到了這個地方 那我是喜歡 常常跳舞啊運動 而且對這個東部部落 阿美族 阿美族的少女很美 那我就加入他們的跳舞行列 好 謝謝 那今天我們的 不大的那個採訪 我想是已經時間到一個段落 也謝謝 各位所有的同學們 來採訪這樣的一個 歡樂舞蹈的一個採訪 謝謝 現在把現場轉給主播 大家一起來歡聲舞動 步大夜